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现在其实以疫情来讲 又开始 现在又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些迹象 像其他的各国也还是蛮严重的 那其实我们常常讲 我们的心跟这个气势阶 其实是相关性的 互相的一个连结 那因为众生我们一般的人呢 他以根根成交社的这个世界 他为真实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用新的一个方式去思考 那大部分都还是用世间法 看这个世间 就还是在着重在疫苗或是等等 当然以世间法来讲 这些疫苗或是这些治疗都是很重要 可是如果要能够究竟 就是能够让这个世界整个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其实还是要在我们自己的心地上着手 也就是让我们心能够沉浸下来 在不管是很多方面 对于是要多出一些散念 最近像那个 有人在那个群组上面就po一些 跟疫情有相关的 那可是事实上呢 很多现在其实很多假新闻假讯息 那至少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就是 在发这些讯事期之前 我们自己会先做一些检讨 也就先看一下到底是真还假的再来发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为了这疫情的东西 已经很辛苦了 那我们在我们能做的范畴里面 也就是在这个疫情的部分我们也要讲 就是非常的谨慎 对我们的言行的部分都要很谨慎 那再来就是要能够多发一些散念 像有时候坐车或做什么 我们可以多念一些佛号 那其实在你念佛号的时候那些 就利用佛菩萨的力量 那这个世间的这些 这些就是分老啊 还有这些很负面的这些病毒 或者怎么样能够消弭 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就是比较 大家的一些比较好的方面可以现前 不然的话 如果因为像现在其实你打开那些电视新闻 有很多的新闻都会让你觉得 哇怎么现在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很多很离谱或者是一些很不应该的 像很年轻他就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了 所谓的年轻有些是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是国小六年级 国小六年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跟我们这个气 我们心地的一个呈现 跟我们这个七十件 其实就是一种相呼应 相呼应 那越呈现这个大家的心地 都参参痴的念头越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些 就是这些鬼则 那些规矩就渐渐被破坏 那越来越多人就是用一些参参痴的 这些方式在面对跟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学着是 学习着是 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能够就是稳定下来 能够稳定下来 那不管你是利用像佛 就是修行的这些法门 念佛也好 禅坐也好 那我们的心能够慢慢的沉浸下来 这才对这个世间有更大的帮助 佛法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也是在这边 也就是在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收射 内心如果能够收射 你说你要能够契入到一些理的部分的法界 或者其他的一些法门 那才有它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我们的内心就是遇到事情 起伏还很大 这些贪生痴念头还很重 那你说你要直接用理的部分去契到是 那是有点就是打问号 因为如果你心很乱 其实心乱有时候看一个人的言语举止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于事情的一个看法 或者他讲话的一个 对人失误的一个态度 那其实都可以很明显的呈现出来 所以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其实越是在提醒我们自己的修行功夫 那好好的把我们自己的内心能够管好 才有办法说你在佛法 或者在很多方面更加的一个深入 所以我们常常讲 韩山子里面的这个 对于世间法这些种种的看法 其实就是我们应该要能够用在这个世间上面 他在里面其实很多言词都充满了无常的一个观念 然后在里的部分无我的一个呈现 那些能够修持到的这些亲地的这些诗集也不少 那在这个当中他以韩山子的一个角度 其实他认为你只要在世上 就是那个你在那个对世间的一些看法 跟一些作为能够就是如法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理就能够直接弃入了 而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还有所谓的那个修行功夫次第之类的 他在这里面其实很大一块是在讲世上的一个 对世间事还有是对世的一个理解跟弃入之后 自然而然理就会这样就会弃入了 好 那我们之前的七言诗的部分已经就是先讲圆满 那现在要讲到三言诗 三言诗其实只有六首非常简单 那在这简单的时候当中 其实他也是从头到尾都去述的很完整 也就是这个虽然是三言 又这么短只有六首 可是我们在看这六首 其实他已经包含就是前面的这些五 不管是五言也好七言也好 只是他因为比较那个字比较少 然后也比较简短 所以他在呈现上在这世间法 也就是在世上的呈现就比较少 可是在后面 他也一直直接告诉你 在第六 我们第六首不生死 就是怎样 他也直接契入告诉你 他能够怎样 已经修正到不生死 所谓的不生死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182页第六首 所谓的不生死也就是怎样 已经怎样跳脱六道的轮回了 已经跳脱六道的轮回了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你看虽然很简短 可是该有的 该也等于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一个对不管是修行上或佛法的一个概念来讲 他虽然简短可是也是蛮完整 也是蛮完整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三言当中的第一首 第一首 他这边又讲到寒山道 无人道 一样 你说要能够用礼 能够真的契入到寒山的这个 这个佛法的真理的部分 真的是就是寒山 没有其他人能够到 这个当然他不是在夸耀 也不是在起慢心 只是说真的在 就是说以现在来看 真的说真的想修行的人 真的是有一定的就是 数量不会很多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 其实也寒山子也是了解 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根器 也是了解现在人的根器 所以他还是强调 就是寒山道无人道 那若能行称十号 有没有 同学看到了 很重要 你如果能够行寒山道的话 就能够这样 称十号 十号就是佛十号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这首诗 其实他是第一句跟第二句 两个会互相呼应 尤其是他的写的这个东西 两句两句相呼应 同学在看的时候 就可以两句两句一起看 像他讲的寒山道 无人道有没有 还有一些押韵 那若能行称十号 我们来看一下十号的部分 十号呢 以如来来讲 以如来之意 有三种 一个是法身 报身跟印身 那金刚经有说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也就是 本来一切的东西就是怎样 无来 没有所谓的来 也没有所谓的去 所以这个 佛的这个十号当中的第一号 如来 其实就有如去的意思 如来如去 也是如来 也是如去 没有来去的 没有来去的问题 一般的众生 所以如来 所以如来就是代表 就是第一 地 然后也就是正觉 这是所谓的佛 那这个报身如来呢 在那个诚实论里面有讲 那他诚如实道 这个就是真实道 也就是所谓的理 然后来成正觉 此印身如来 这就叫做印身如来 所以叫做如来 唐玲在看这个 其实就可以对那个佛的 他讲的是十号 可是其实这也是佛的十种功德 那再来呢 这个也是佛的一个 种种不同的一种呈现 在世间法的不同的呈现 好 那第二个印供呢 那个所谓印供就是这样 万恨原成 也是他所有的都已经圆满 所有该做的 然后该怎么样的 都已经非常的非常的圆满 而且这样 福慧具足 福跟慧两个都修得非常具足 这个可以看看 那个佛陀的本身故事 佛在修福上面 是不遗余力 连他的这个身 都能够设身 都能够卷出去 都能够舍弃 所以我们看他的慧的部分 那更是啊 所以我们说 其实福呢 就相当于在世上面的一个呈现 那慧呢就是怎样 你世能够圆满之后 自然慧就怎样 能够达成 也就能够成这个慧字 所以福慧具足就是 一般的人就会看到这个慧字 可是重点其实福字也要圆满 也就是该做的 我们该做这些行的部分 也要去做 种种的布施 种种的这些都要去做 也要福慧具足 所以因受 因为他的福慧具足呢 应该受天上人间的一个供养 应供本身 其实他也是阿罗汉的一个 别称啊 亦称啊 因为阿罗汉本身 他也可以受天上人间的供养 那何况是佛呢 所以以佛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位阶 当然他也本身就含有应供 所以他也是应受天上人间的供养 然后劳益友情 这些众生啊 对这些众生通通都有帮助 所以顾名为 顾好为应供 那在那个 最近在讲那个建月律师 建月律师他 在起 因为他的大伯父往生 27岁的时候 在他大伯父往生的时候 当他一念起啊 就是说他要出家的时候 周边的人都跟他讲 你以前也没有接触过佛教 也没接触过道教 那你又会喝酒 这样子有办法出家嘛 那那个他的两个朋友也很有趣 他在他这样子一提出来的时候 那两个朋友马上就说 好 如果你要出家的话 一个他就把他那个原子 就是供养出去 你就让你有住的地方 另外一个朋友也更有趣 他就说那你的这些 其他的这些石啊 柱啊 石啊 衣啊 这些的 那个器具啊 都有我来准备 那这样子 你看 他这个就是所谓的福圆满 对不对 那福要圆满 其实也需要会 你要有一个 你要有智慧才知道什么 是能够圆满这个福的 所谓的福报也有分成 怎样 有肉跟无肉嘛 对不对 所以 那个在福会来讲的话 像那个 金月老和尚 这个律师呢 他就说啊 这样子之后啊 他就说好 那如果他 这个就是 出家以后 也就是这样子 大家供养他之后 他供养所有 就是经过这些 不管是 生啊 或者是到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你看 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 其实是互相呼应的 不管是先后 或是世序 因为你看 金月老和尚 他本身 他有这样的心量 也就是他 他拿到的东西 他也愿意 这样布施出去 那相呼应呢 众生对他 就有这样的一个恭敬心 所以你看 那个这两个 那个心 虽然是 同学一定会讲说 那师父 因为 你看是人家 对他先发心 他才发心的 那其实 那个是 一般众生的看法 认为有所谓的 那个时间的 先后的问题 可是如果 以佛法的一个 在他还没有 讲出来的时候 那个 其实因缘 整个都已经形成了 也就是他的 那个 整个的想法 很多的 其实都已经 因缘合合而成了 也就是因为 他有这样的量 才有办法 整个因缘 合合而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的福跟会的具足 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 福能够增长会 那会能够圆满福 这样子才 彼此互相能够具足 好 所以他这边就讲到 因收天上人间的一个供养 饶益友情 所以故号应供 好 那第三个正片之的话 又称为怎样 正等觉 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字 以佛来讲的话 他的智慧是圆满的 也就是说 你所有的事情 你问他 他都知道 他没有一件事情 大道 例如说我们的讲到 哇佛法这么 那个圣身法 圣身法这么深奥的这个法 他也清楚 那小到呢 像那个在大智都论里面就讲到 那些木牛人 然后就问他怎么样木牛 那个牛要怎么样养 才能够繁殖的多 那那个佛也回答的清清楚楚 而且那些很多 他所讲出来的那些 那个就是怎么样养牛 那些养牛自己本身也不清楚 所以这一切字就是讲 佛呢 他在对这世间法的 所有一切 他都清清楚楚 那除了据一切字 那于一切法呢 无不了知 通通都讲 了解的清清楚楚 所以故好为讲 正片之啊 正片之 那一切 以一切法平等开绝一切众生 也就是用一切法 那平等 然后开绝一切众生 对于一切 所有的一切众生呢 佛都做平等观 不会说 哪一个众生呢 怎么样 他有差别想 不会 所有的众生 他都这样 平等想 这样才能够 怎样 成无上绝 所以故好为讲 正等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 藉由我们了解 佛的一个名号 我们才知道 其实修行当中 应该要哪些东西 应该我们要去圆满的 为什么要把十号 特别拉出来 讲的原因就在这边 一般的人在修行 修行一阵子之后 几十年 问他到底什么是修行 也许 也回答的也是比较不完整 那我们 藉由佛这个十号 其实里面到处都是 修行的痕迹 也是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够成佛 那再来第四个 明行足 明就是这样 三明 那行足者呢 就是身口意业 正真清净 身口意都很清净 那于志愿力 一切行 都能够善凶圆满 所以叫做明行足 好 那再来呢 这个就是要 身口意都要清净 身口意的部分都要清净 好 那再来叫做善事 什么叫善事呢 就是妙丸 这也有些师姐 居士就会说 他这辈子 他只求善事 就是好死 就是好死 那佛的善智 当然他的 就有更宽广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妙丸之意 那以无量的智慧 能断诸祸 就是用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 能断诸祸 所以我们在讲到 以事的部分来达理 就是这样子 我们用这个 这个部分 其实也可以说是以理来 怎样 来处事 用无量的佛的一个智慧呢 然后来把我们这世间的这些烦恼啊 疑惑能够断 所以在这当中 其实事跟理之间 其实应该是互相圆满的 那他这边就是用无量的智慧能断诸祸 那妙出世间能去佛果 所以他能够 我们说的这个妙 其实就以佛法的一个角度来讲 可以很多的讲法 有老和尚官是讲这个妙字 就讲了很久的 很长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妙 其实就是可以显出 我们佛法当中的不可施意 不可施意处 好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无量的佛的智慧的话 能断诸祸 就能够妙出世间能去佛果 所以这称为怎样 善事 善事 那第六个呢 是世间解无上事 这个世间解 就是世间 初世间因果诸法 都无不了解 也是一样 这个因果 一般像那个 在以佛 以阿罗汉来讲 阿罗汉的那个 他也能够怎样 那个知道这些 这些世间的因果 可是他知道 就是有一些时间上的限制 那佛所知道的就怎样 无量无边 也就是你从这个 我们从无明开始 一念的无明开始 所产生的这些因果的这些诸法 佛都怎样清清楚楚 就是无不了解了 那无善事呢 就是怎样 业祸都已经尽了 也就是这些 业的这些种种的烦恼 都已经断尽了 然后所以 这样更无所断 那于三界天人凡胜之中 第一最上无等 所以称为世间解无上事 这个是从世间解来讲 世间解以佛来讲 他非常的圆满 所以这些世间的这些种种 他都很清楚 那第七个调育战夫 这也是我们休息当中要做到的 也就是这样 具大战夫利用 然后说种种法 然后怎样 调伏 治愈一切的众生 然后能够让这些众生 能够离扣来 能够离开这些 就是我们的这些 种种的世间的烦恼 然后能够得到大虐盘 所以顾好这些调育战夫 那范语是讲到虐盘 然后华语是讲灭度 所以调育战夫就是 大战夫利用 那大战夫我们讲的 不是说所谓的男众女众 这大战夫利用 也就是如果能够在佛法上面 精进的断恶修散的 就成为大战夫 所以在佛法的很多的 明相上面的解释 跟一些自间法的 那个明相上面 他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这边讲到 为大战夫利用 然后说种种法 然后调育治愈一切的众生 那第八个是天人师 就是非独与世众为师 不是单单的 就是为世众的老师 不是在世间而已 就是不是在人界而已 我们一般能够知道 就是人界这些世众 那个比丘比丘女 优伯色优婆仪 这世众 不是这世众而已 所有天上人间 魔王 外道 然后四泛天龙 这些都怎样 闺蜜 一教奉行 又聚作为弟子 所以这浩为天人师 那世众呢 这边就有讲 比丘比丘女幽不舍 幽婆仪啊 好那第九个佛呢 这个范语就怎样 讲的佛陀啊 那华语 华言就绝 也就是智慧具足啊 三绝圆满 就叫做佛 那什么叫三绝呢 自绝 然后还要绝他 还要绝心圆满 那第十个呢 就是世尊啊 那就是以示智慧等法 破皮贪嗔痴等不善之法 就是用智慧的方式呢 然后能够破 那个贪嗔痴 这些不善之法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 能够入佛法里的这个智慧呢 然后来看这世间啊 自然你对这世间 你没有任何的懒着 没有任何的 你也知道这世间都是怎样 幻化而成的 自然能够破这世间贪生时 这些不善之法 然后能够灭生时苦得 无上绝 天人凡胜 世间出世间 都能够尊重 这就叫做世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佛的十号 那 这就讲到 寒山道 没有人道 可是呢 如果能够行的话 就称十号 如果你能够行这寒山道的话 自然怎样就能够成佛 那在这个寒山道里面呢 有残名 无压造 我们说两句两句看 相呼应 有残名 可是怎样 没有这些就是压的这样 刮造 一般 其实这也是心境 如果我们心乱的话 就好像是怎样 这颗心里面 好像有很多的杂音 好 那以寒山能够修行到 这样的一个境界 其实他心也是很清净 心也很清净 那黄叶落 然后白云扫 然后 那个落叶 这样 黄叶这样落下来之后 然后 接下来这样 那个白云 就这样 把这些落叶给扫 所以相互应 各得其所 那个人世间的种种因缘 也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落 然后有一个这样 龟畜 那就是白云扫 那石垒垒 山奥 石垒垒 就是这样 石头种作的样子 在楚池屈原九哥三鬼里面 有讲到 彩三袖 西鱼三间 石垒垒西格漫漫 同学发现 那个在诗池当中 那个垒池 那个读起来 其实都非常的有味道 像石垒垒西格漫漫 有没有 我们好像可以看到 那个铺满石头的这个路上 那又有很多的那个藤蔓 在旁边整个都攀岩很多 所以我们在看 有时候你看这个石垒垒 对上三奥奥 三奥就是山 层层叠叠 层层叠叠非常的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藏这个字 一个山在一个文章的章 这个藏字 这个藏字呢 就是山好像屏风一样 那层层叉叉 就好像屏风这个样子 所以石垒垒三奥 我独居民善导 好 这个我独居民善导 这个善导 这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 在佛本行集经里面的二十一卷里面 他这边有问阿罗集 阿罗罗品里面有讲到 譬如有人 好像有人遇见于色 想要看到那个色而得到光明 那如人远行 需得怎样 善导 也就是这个其实就是 一般的人在修行或是很多东西 需要因缘性或是善知识的怎样 导引 那这边就讲到 他就只批语 那个如度彼岸 需得传师 你要从这一案到那一案 也要得到怎样 传师的一个帮忙 那尊者呢 今日显示我心 尊者现在怎样 显示我心 亦复如是 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违愿尊者呢 更为我说 尊者所知 就是请这个尊者能够告诉我 如何怎样 度脱生老病死 所以什么叫善导呢 也就是能够引导你脱离生老病死的 就叫做善导 那不管用以佛来讲 佛当然是善导师 善导的老师 所有善导的那个最佳的一个老师 那一般的众生呢 一般的菩萨也是善导 能够为这些众生脱离这些生老病死 那在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大方广佛华言经里面第五十六卷 同学看一下头一片的部分 陆法戒品里面有讲到 佛啊无善宝 佛是怎样 所谓的无善宝 其实这两个就是互相称呼啊 佛也就是无善宝 难止难欲 能面众生恶道贫苦为无善一啊 能够面众生的这些 三恶道啊 种种的恶念啊 然后贫苦啊 这些都是这样 无善一啊 人家说佛也是怎样 大一王嘛 大一王 那一般的医生呢 治疗色身 那可是佛呢 治疗我们这颗心 那我们这颗心能够 去除掉这些贪嗔痴的念头 然后能够更深一步 能够怎样 能够修行成就 好 那佛呢怎样 善对治法 除灭众生诛烦恼患 也就是这样 他善用一些对治的法 众生一般 你要他当下 告诉你 世间如患啊 你就把贪嗔痴放下就好了 可是一般的众生怎样 没办法接受 所以佛呢 就让众生有个这样 法可修 这就是所谓对治法 对治你的贪嗔痴 像用慈戒啊 或用布施啊 等等的方式 去对治我们的贪嗔痴啊 所以他善用这些处方 然后能够让灭除众生的 这些烦恼患 所以为善导师啊 好 那这个呢 于生死海 嫉妒众生 然后自虐盘处 我们刚才讲了 所谓的善导 就是让众生这样 脱离生老病死 脱离生老病死 所以呢 他这边讲到 我独居啊 可是名为善导 也就是 他能够引导众生 出离生离病死啊 可是 前面也讲到 寒山道 无人道啊 没有人能够这样 能够到达这个寒山道啊 所以很可惜啊 这么好的老师 其实如果说大家以修行为重的话 修行我们现在人如果修行是很重要的 那不管多这个这位善导师在住在哪里 不管多远 其实怎样都能够到 只是说众生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轻重缓急啊 也就是他还是在世间法有很多的琢磨 所以你叫他修行呢 他讲 告诉你等一等 等他小孩子长大 等一等 等他什么事完成 等一等 等他什么事 就是圆满之后 他才想到要修行啊 所以 这个寒山子也很可爱 他告诉你 他独居 可是怎样名为善导啊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有人想要生死解脱的话 就来找他吧 好 所以他叫你啊 仔细看何向好 这个其实相呼应啊 他的那个 我们刚读到寒山子的时候有讲 他因为他的那个外貌啊 那个一般人家就说 他那个长 可能比较像就是像那个 那个有些人就说这样好像比较西匹啊 以那个美国英美的人士在看那个寒山子 他们就都又西匹在洗容他 可是其实以寒山子来讲的话 他就叫你看啊 这何向好 那个佛有三十二向 那他其实怎样 也都具足了 可是因为众生呢 拙世间的想 所以没有办法看得到 所以他告诉你这样 他名为善导 想要修行 想要解脱生死 想要脱离烦恼 来找他就对了 好 所以这首诗呢 可以看到寒山子他在修行上面 他的一个 一个 就是一个成就啊 可是众生呢 因为忙于这世间啊 没有办法看到他的 就是真正的那 就是在路里的这一块 或者他修行成就的这一块 看 众生都是看外貌 看外貌 只看到他的 这个外向的部分啊 然后没有去 契录到他的这个 修行的功夫上 所以很可惜啊 很可惜 好 那现在如果 就是在修行上面啊 像佛经的部分 我们就这样 能够看就拼命看 因为 其实佛经里面也有很多的 修行的那个要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180页的第二首的部分 六首很简单 然后他这边讲到 寒山寒冰所食 寒山冷的时候啊 寒冷的时候啊 冰会把这样 石头都给啊 冻住啊 就好像是这样 整个石头上面附了一块 就是一层冰啊 冰所食 然后 缠山清啊 现雪白 那当他很冷的时候呢 好像是怎样 把山啊 山这个翠绿啊 给缠了起来 然后他所呈现的 就是这样 一片雪白 大家你看 那个寒山寺的 那个写诗的功夫 也是很厉害啊 他在用这短短的 那个 就是 试句啊 也就是试句三个字 也就是十二个字啊 就描写出 在 那个 寒山天寒地冻的时候啊 他的种种的呈现 那也知道啊 其实 生活也是不易啊 生活也是不易啊 那在这个里 这首诗 我们看到 那个用 其实他用这个锁字啊 用的非常的优美 非常优美 我们知道寒山的那个寒冷 可是怎样 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啊 没有办法去想象 他就说整片好像怎样 冰到怎样 把这个石头都给覆盖住了 好像锁在锁在里面了 那 长山青啊 就把这个山子这些 整个翠绿啊 树叶都凋落了嘛 然后那个 那个树叶也都被这些雪给覆盖了 所以寒山青 然后现雪白啊 那 只有怎样 日出照啊 一时事 只有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啊 这些 这些冰雪才能够怎样 慢慢的融化 才能够融化 然后从脂软养老客 有没有 从这个 这个开始呢 又开始变软活了 那就怎样 养老客当然指的就是他 因为寒山道无人道嘛 那 唯一的养老客是谁 就是指寒山子啊 那 寒山子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 慢慢的变老了 慢慢的老了 那同学其实 有没有发现 这首诗其实也是一种轮回啊 对不对 冷了 然后开始温暖了 然后再来呢 又开始冷了 又开始温暖了 然后冷了 温暖了 这就是一种轮回啊 一种轮回 世间 世间当中啊 他的这个诗里面 虽然很简短 可是其实同学 如果细细去看 也很有他的味道在 所以同学要能够 我们在读 寒山子的诗的时候 为什么他一刚开始就叫同学 要必须要能够静心啊 也就是藉由戒律呢 持戒 然后把我们心静下来 才可以看得懂 这寒山子的诗在写些什么 也就是你要有一个相当的 对佛法的一个认知 那再来就是你对世间法的 也要有相当的认知 你才有办法 弃入到寒山子的诗里面 好 那他这边讲到 我居山啊 我居到山里面 雾人士 没有人认识啊 白云中 长几几啊 这些 在白云当中啊 然后长几几啊 这物人士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同学可以看一下同一篇的部分 这个在 什么叫做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物人士 有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以佛法来详识这物人士 在景德传登录里面 有 那个卷三载里面有讲到啊 那个菩提达姆啊 在那个梁武帝啊 普通年间啊 他来到了中国 那刚到广州的时候呢 就被这个梁武帝啊 迎接到那个精灵 然后两个人就对话了 两个人就对话了 这个其实当中 有有肉跟无肉的一个呈现 那个梁武帝就问啊 郑啊 即未来啊 照事写经啊 不可胜记啊 有何功德 他告诉你这样 我从 我即未来 有没有 然后照了多少事 然后写了多少经 哇 这些功德 这个就是在呈现他的一个慢心 好骄傲 那 同学 有没有看到 达摩回约 并无功德 为什么 因为看到你的慢心 而已啊 对不对 怎样能够有功德 也就是能够在我们说的三轮体空的部分啊 也就是没有布施的我 没有布施的对象 没有布施的那个东西 才有所谓的功德性啊 那你如果本身啊 我我啊 有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你在讲这些话的当中 其实处处都是我 好 处处有我 呈现出我值以外又呈现出这样 我慢 好 又呈现出我慢 好 那请问有什么功德 所谓功德是怎样 修行啊 好 功德不是像一般的福报一样 这个其实就要同学 好 像很多世间的 一般世间的在用词上面 讲到功德都会 被认为是一种福德啊 好 可是这些福德跟功德是不一样的 功德是我们修行当中心没有被外境所转 也就心 心是怎样 心是没有平等不动的 这才叫做功德 那你如果心 你看 我 有没有 哇 我做了多少 然后 又要人家的称赞 这当中心有没有起伏啊 他有没有外境在 都有 出处都是外境 所以达摩祖师回答他 并无功德 哇 这下不得了了 梁武帝 神气 何以没有功德啊 为什么我没有功德 好 同学 你看达摩祖师当然也知道众生的根气啊 讲也不能讲太白啊 对不对 好 不可以告诉他 你这边啊 所讲的处处都是我执啊 啊 再来就是怎样 还有漫星存在 好 我多厉害 啊 帮忙了多少的诗愿跟血经啊 这些不能讲 所以他就讲啊 你所做的呢 此淡人天小果啊 有没有 因为我们有所求嘛 我们说如果你所做的有所求 求的就是人天福报而已 所以这个只是这样 人天小果啊 这是什么 有漏的还是有烦恼的 并没有究竟啊 这并不究竟啊 所以这个怎样 如饮随食啊 行啊 虽有非食啊 虽然好像怎样 以世间法来讲 看起来好像是怎样 有功德 可有福田 可是怎样 并不是究竟啊 并不究竟啊 这食就是有所谓的究竟法 那梁武帝还好 还有救 他还会继续问 不会被一句话就给 哇那个有些如果其他皇帝 可能就不是这样而已啊 那他之所以还能够教化的原因 是因为他虽然你回答 没有让他满意 可是他怎样 还有求法的精神 这也是值得赞叹 一般我们在看这些 那个当中这些故事的时候 其实同学可以用一种 就是佛法的角度在看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得更清楚 你会看得更清楚 所以不要小看佛经里面的故事 也不要小看这些 那个佛典的 每个字都看得懂啊 可是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他其实有他一个 很盛生的一个意涵在 那这盛生的意涵 其实也是我们必须要 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的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也是这样 处处有我 然后处处有慢心 觉得哇 你看我修行修得很好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可是达摩祖师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些都是人天小果啊 所以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好 那达那个 达摩祖师就回答 什么叫真功德呢 唯有这样 尽自 亲近 也就是我们修行当中要有亲近 以佛的这个亲近的智慧 然后能够达到妙跟缘 妙字我们有讲到 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圣生法部分 都可以称为妙 那缘就是怎样 圆满 圆满 那如何能够尽至妙园呢 那我也有这样 体制空空计啊 也就是怎样 没有正到我空法空啊 就是要能够正到这些我空啊 有没有 我们刚才不是说 什么是真功德 要正到我空啊 我们还回到梁武帝的这一句话 我 即未来 我 肇事 血经 不可胜死 我有什么功德 有没有 初处都是我 初处都是我 所以有没有功德 没有 唯有怎样 体制空极 也就是你能够 真的能够契入到 就是真的这世间本来就没有我 你真的正到我空 真的正到那个法空 如是功德啊 怎样 不以事求啊 这样的功德是怎样 不会在世间法当中去求啊 那同学我们看一下 再回到梁武帝的这句问句 他是不是在事求啊 是嘛 对不对 他怎样 告诉你啊 我在世间当中啊 做这些东西 我有什么功德 这个就是怎样 以事求啊 所以达摩祖师就说啦 扩然无胜 也就是 在以 以 佛法的这个最圣生的部分 也就是理的部分啊 连所谓的佛 有没有 也无啊 佛本身也不可求 法本身也不可求啊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怎样 不可抓取啊 这个就所谓的扩然无胜 就什么东西都是怎样 连佛都不可抓取 请问你对于这些世间法 有什么好抓取的 对不对 好 那都已经讲到扩然无胜了 你看人的执着性 梁武帝继续问 对地者谁啊 你那个梁武帝你内心想 哇 你很大胆哦 那你说看看你是谁啊 这个达摩祖师回答不是啊 你看 这个不是是这样 没有分别啊 也就是我对于这些法界本来就是一体的 啊本来就没有所谓你我的区别 你我的区别 这些都是第六四的运作而产生的 根根成交是产生这个种种的分别嘛 所以达摩祖师告诉你怎样 不是啊 也就是没有我的存在啊 没有你的存在啊 拿来所谓我是达摩祖师 我是谁啊 对不对 那这个在寒生子里 我们上上一堂课还是上上堂课有讲到啊 有没有 那个陈家王家李家有没有 请问你是哪一家 对不对 同样道理嘛 我们生死轮回多少回 那你到哪一道 到底哪一道是你 对不对 六道当中轮回过无数次 那请问哪一道的你是你 所以这样 以真实来讲 以法的一个真实性来讲 本来就怎样 不是啊 那众生因为之所抓取这个设身 认为这个为我 然后抓取这个种种的 认为这个为我 那以理的一个究竟来讲是怎样 不是啊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 所以我居三 误人士 有没有 透由达摩祖师的这个 为无事啊 或卫士啊 我们来再看这首寒山寺的诗的时候啊 有没有 我居三 误人士 有没有 同学有没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也就是他讲的不是说没有人认识他 不是像世间法这样 我住在山里面没有人认识 而是怎样 本来世间上所有的我职的部分 才认为是由我啊 如果没有 你已经修到我空的时候啊 谁是啊 对不对 我也不是我啊 对不对 所以白云当中啊 长急急 这个急急啊 就不是我们说的孤单寂寞的急了 这个急就是讲 急静啊 如果没有我 同学想看看 如果我空 那谁在喧闹 也就没有那个喧闹的对象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看感觉起来 好像是说 我住在山里面啊 没有人认识啊 可是其实你去深救 他里面有很多的产与在 也就是如果你能够正到我空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境界 你才能够理解 这个我聚善 无人事 白云众 这样 长急急啊 所以一般的人在看 那个寒森子诗 如果用世间法解 那就会变成 你住在山里面 好像山里的野人 没有人认识 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是他居三 那如果正到我空 那他是谁呢 同学想看看 如果没有我 没有那个第七意识的我职的 没有运作之后 请问我是谁 所以不是外人不认识 他也不是啊 就像打摩祖师跟梁武帝的对他一样 那在这白云当中才能够怎样 内心能够怎样 急躁啊 才能够长急急啊 好 再往下看 这个寒山深啊 称我心啊 这寒山 哎 实在是非常的深奥啊 同学读到这边 有没有开始觉得真的是蛮深的 对不对 我们如果以文字来解的时候 哎 就是字是字嘛 每个字我都看得懂 那就是一个故事而已嘛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能够深入 就用佛法的一个 那个圣神意识来看他写的这个 诗里的意识的时候啊 寒山深啊 实在是非常的深奥啊 是一般的众生所看不懂 这个就怎样 能够称我心啊 这个才能够叫做怎样 我心啊 那同学会说啊 不是我空了吗 为什么还有所谓的我心啊 他写诗啊 不然呢 只是还是有一些这样 以假修真嘛 也就是以这些世间法 这些名相来呈现出他的这样 理啊 他的真实性啊 所以他这边讲到 寒山是非常的深奥的 然后能够这样称我心啊 这才是能够这样 真正的称我心啊 一般的 根根成交涉的这世间法的部分 我们一般的众生的心都是这样 根根成交涉 产生了种种的这些情绪啊 什么等等啊 称为我心 可是以寒山的这个称我心 就是刚才说这样的这些修行境界 才能够这样称我心啊 然后里面讲到纯白石啊 物黄金 有没有 这纯白石也就是我们心要怎样 能够清静啊 那象征性 没有这些贪生痴的念头啊 一般众生喜欢什么 黄金嘛 对不对 没有 这物黄金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要单足于这些武欲当中啊 众生眼睛看到 哇好喜欢啊 我要 就产生这些贪生痴种种的念头啊 那我们的这个心呢 如果能够要契入到寒山的这些诗集里面 要能够清静 首先要清静 然后而且讲 不要单足于这武欲当中啊 这样子的话 你看 他后面就讲到啦 这个伯那个子棋啊 有没有 全身响 然后辅伯情啊 然后有子情变此阴啊 这是一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春秋时啊 的楚人啊 伯牙 他在那边鼓琴啊 然后意在怎样 哇 他的意志可高了 一般人听音乐 就哆咧咪这样子而已嘛 对不对 就是一些音律啊 的不同而已嘛 可是呢 哇 钟子齐啊 去听到的 不是只有这个音律而已 他听到了 哇 在他情当中啊 有意 有感觉 有看到这个高山跟流水啊 这样的意味在 也就是 他的情声 已经不单单的 这些情律而已啊 而是在怎样 高山流水啊 同时这个故事也没想到寒森子啊 如果你在读了寒森子 读了那么久 你看到这个故事 也没有想到寒森子的话 那真的是怎样 没有契入到寒森子的这个诗集当中 寒森子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 他的诗集啊 表面上 好像那个诠释上 然后大家在看好像 就是这样而已啊 音律而已啊 可是你如果是他的知音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样 修行的见地跟这样 修行的功夫在哪里啊 这就是人家说的内韩人 看门道 外还看热闹啊 热闹啊 很多人大部分都在看热闹啊 所以连这个薄琴在 薄牙苦琴也只有这样 宗子琴能够这样 听而知之啊 只有一个知音而已啊 那寒森子 你看他说寒森生啊 你看那个刚才讲那个怎样 我居士山啊 乌人士这些啊 就可以感觉得到 知己真的是 就是能够听得懂 他的那个玄外之意的人啊 不多啊 好 那再来呢 后来呢 这个宗子琴死了以后啊 那薄牙呢 就说世间啊 没有知音了 然后就破琴绝琴 绝璇 也就是把这个琴给 就打破了 也在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在也不会古琴了 因为知音已经不在了嘛 没有人听得懂 他这个琴的意思啊 他还还谈这个琴干什么 所以这个就可以 又可以看到 寒森子的一个心态 所以为什么寒森子 在这个诗节里面 他在那个修行的境界的诗 比较少 也就是那个 那个境的部分不多 可是他在世里 世上的一个呈现 比较多的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知音难觅啊 就说他写出来了 也要怎样 看得懂的人才看得懂啊 对不对 看不懂的人 也就像这个 那个一般的人 就听到的是旋律 一首歌而已 那这首歌代表什么意思 不知道 好 所以这边讲到了 薄牙之旋请戏 无中止其而听之啊 好 那他就讲啊 我们是 那个全身响啊 然后辅薄情啊 有止其啊 辩此因 有没有 那这个意思也是怎样 没有人知道寒山子的心啊 他那个修行的境界 跟他对佛法的一个 契入的那个身啊 没有人能够跟他讲 相呼应啊 那个薄牙还有个子旗啊 那请问寒山子呢 那当然啊 有人说他还有十德啊 还有 所以他叫寒山十德嘛 还有个伴 可是其实寒山子更需要 更希望是 越多人一起的参与啊 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两个人 那很可惜啊 好不容易 你看 真的很重要啊 好不容易 这样 我独居民善岛耶 有一个能够带领大家 出离生死的人出现的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啊 有没有人去找他 都没有耶 所以寒山子后面的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 薄牙跟子旗的一个比喻啊 好 那我们讲了 虽然这个三眼只有六手 可是怎样 其实是怎样 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完整 从他的一个环境 再到他的一个修行境界 然后再到 同学到底修行是什么 好我们看到 从严中啊 逐清风啊 然后 散不遥啊 凉 凉冷通啊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非常清凉的 这个清凉 其实在修行当中 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很重要 我们一般的众生都是什么 五蕴吃热 都是五蕴吃热 那这五蕴吃热是源自于哪里呢 我们的贪嗔痴 那我们这五蕴开始这样 吃热 非常的 要 哇 喜欢 然后 求不得就生气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火大 吃热的一个现象 那同学有没有想过 你何时能够坐下来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清风 然后心的清凉了 心有清凉过吗 这个在寒山子来讲 他怎样 从严当中啊 他的足清风 他不用去摇那个扇 他自然就怎样 凉冷通啊 也就是这样 他心本来就是清凉的啊 不用去摇那个扇 众生就算摇那个扇 有没有办法清凉啊 也没办法 心都 每天都在那边纠结 心有千千结 好 那这边讲到明月照 白云龙啊 也就是这样 那个明月照啊 然后 这个白云龙照啊 那他独自做一老翁 他就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 然后一老翁 自称自己啊 一老翁 好 那后面呢 下一首诗里面就讲到所谓的 不生死啊 不生死啊 你要能够脱离生死的轮回啊 所以这边讲到寒山子长如是啊 寒山子就是这个样子 前面短短的这个 这个六首诗 前面的五首当中啊 就是这样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啊 都是如是如是啊 同学这个如是 同学有没有有一些想法 这个如是啊 其实众生对于所有的因缘一定是怎样 当给你这样的因缘的时候 你未必能够接受 你会觉得为什么不是那样子 为什么不是我想象这样子 那常常都会这样 当你处于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会要求另外一种 我们用一些世间的法来解的时候 常常像就有一个师姐 她是没有结婚一个人 那她很怕孤单寂寞 可是因缘性她就是这样 一个人 可是她又很怕孤单寂寞 所以处于矛盾当中就很多烦恼产生 那她就让自己很忙很忙很忙 然后不要面对自己的这些孤单跟寂寞 所以你能够常如是 也就是她心就是这样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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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心不会被外境所转 那一般众生不是啊 一般众生的心是怎样 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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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不要 我要的不是这个 我要的是那个 像有所谓的任运腾腾 这些禅宗当中的这些句子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相呼应 同学可以去参参看 众生常常都是在这样的因缘下 去要求另外的东西 也就是一直在求 就是明明你的因缘 业力福报因缘就是这样子 可是众生一般都会不满于这个 然后就开始讲求啊 求哪个求这个 可是寒山子不一样 那他的心态是这样 那就这样子吧 就是这样吧 如是如是 心不会被外境所转 那不管任何境对来讲 都是最好的境 所以他怎样 独自居啊 然后怎样 不生死 好我们看一下这不生死 好我们来看一下 书是啊 他有一首诗啊 这首诗其实同学一定很熟 有 因为书是 其实描写的非常的 非常的好 非常的优雅 然后 而且 书是 常常都能够打入到人的心里面 他在寒山寒城寺 江城寺里面 十年生死两满满 这个这首诗其实叙述的是什么 他跟他的太太王妻啊 他太太已经往生了 太太已经往生了 所以他面对到这个十年生死两满满 他看到那个他太太的一个往生啊 往生那么久 已经十年了 那生死两满满 不思量自难万 有没有同学一般都会 我忽然想起某个人 可是这个太太对他 这个太太对书是来讲是这样 不思量自难万 也就是 你不用去要刻意想起他 这样子 你就这样 不会忘记他 但那个太太的存在啊 他的 其实存在对他来讲 就是空气就是水啊 那存在是一种这样 很自然的 不用去想 他才存在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夫妻是非常的恩爱 非常的恩爱 那可是呢 千里孤粉啊 人跟人的因缘性 我们就说就这样子嘛 你爱的呢 然后怎样求不得嘛 然后而且这样 连死了 他的粉还在怎样千里之外啊 你想要去他的坟前 你去跟他聊一下 讲一下 那怎样 无处话 怎样 凄凉啊 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到那千里之外 去跟他讲 所以 这个 有没有 我们刚才讲到生死 有没有 那个寒山子的不生死 跟这边舒适的 怎样 十年生死两麻麻 会让众生 就大众在看这两首诗的时候 会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 这个就在生死当中啊 也就是众生的轮回当中啊 好 那后面他又讲到啊 纵死相逢 应不逝啊 沉满面啊 冰如酸啊 好 他是说 如果呢 就算是啊 他太太啊 活起来了 然后 两个人相逢 碰面了 也这样 不认识 为什么 因为呢 以舒适来讲这样 他经过一些岁月的一些痕迹啊 已经这样沉满面啊 然后怎样 那个冰啊 头发都已经白了 头发都已经白了 这也是很感叹的 不在说不在 就算在了怎样 对面也不相似啊 好 那呢 他又开始回想 总是怀念嘛 好 夜来幽梦呼还香 他在夜里面啊 然后做了一场梦 好像怎样 回到了家乡啊 那家乡有什么 小宣川正梳妆 他又看到他太太 刚好正好在怎样 那个小宣川那个窗 从窗户这样望进去 他太太正好怎样 正在梳妆打扮当中啊 好 然后面讲到相顾无缘啊 这样 看 相看着他啊 这样 讲不出半句话来啊 唯有怎样 累啊 一泪千寒 一直流这个眼泪 对啊 料得啊 年年断蚕食啊 断蚕醋啊 明月夜 短松肝啊 这个断蚕 年年断蚕醋 这当然就指他太太的这个孤粉啊 他太太的这个孤粉在明月夜里面啊 那旁边种满了那些矮的那些松树啊 在那个山肝上面然后旁边种满了松树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啊 我们就讲啊 曾经讲过啊 宗生其实在生死生死生死当中啊 还看不透这些这些这些生死啊 还在这世间当中很多的一个琢磨跟抓取跟执着跟爱玩 可是这边就告诉大家怎样 当你相爱我们说如果夫妻两个相爱的时候 你看到死的时候要分离的时候 那个更是不舍啊 所以你一般的人都求怎样 夫妻恩爱 然后有小孩这样子就觉得是一种快乐跟圆满 可是这个快乐有实在吗 一般来讲就算你真的就是妻子也有了 也有个恩爱的妻子也有一个一对乖巧的小孩 可是怎样我们会害怕怎样失去吗 会害怕失去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你拥有的时候你也是这样 内心也是非常的痛苦啊 对不对 患得患失嘛 所以那个所谓的那种就是真正佛法在讲的真正的快乐 唯有在修行上面能够得啊 你在世事上面啊 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快乐啊 怎么讲 怎么讲 你看 这个以修寺这首诗 我们可以想像那个夫妻的两个的恩爱啊 非常非常恩爱 那可是到往生的时候怎样 当失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痛苦啊 那可是呢 你说那不要夫妻恩爱嘛 如果是不恩爱呢 那其实不恩爱这样 虽然 到了失去的时候不会有这些痛苦看 可是在刚开始两个夫妻在磨合的时候就很痛苦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啊 你看 那如果我们对于世事上面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看透看看测啊 看透测啊 如何能够进入到寒山道当中呢 所以 这边他就在这个东西里面 然后在这个书师的这首诗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好 跟寒山寺的这个境界可以做个对比啊 做个对比啊 也就是众生都在忙什么 都在忙什么 看到那个 尤雅怀念 可是这些都已经成为一家过去了 有一般的人都会想说我得到什么就快乐 可是得到以后又开始患得患失啊 所以那个离快乐都很远 那我们就来对应勇家大师的正道歌 有没有 不生死是怎样 几回生啊 几回死 同学想看看 几回生几回死啊 算不清了啦 累生累劫当中啊 不晓得我们已经在这世间已经这样 轮回多少次了 不晓得已经轮回多少次了 所以这边讲到生死悠悠无定子啊 这个生死怎样 哇一枝轮回一枝轮回 什么时候才是个中止处呢 他告诉人家无定子啊 没有中止处啊 好 他后面有讲到自从顿悟了无生啊 有没有看到 我们唯有在生死当中啊 我们对世上没有那个就是知道世事如患啊 生死生死当中了满满嘛 对不对 你能够知道这生死当中是为 也是像虚幻一样啊 你的生这个这辈子也是像虚幻一样 你的这辈子的往生也是像虚幻一样 你才能够了悟怎样 虚幻有那个爱字啊是我们一直轮回的因嘛 那我们为什么一直轮回就是讲 我们对这生生当中还有很多的执着性嘛 不管是对这世间法当中很多的喜爱 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执着性很多的抓取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当中怎样一直轮回嘛 所以 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苏世的这首诗写出来 就是呈现出来的原因也是在这边啊 那众生看看 我们这辈子就是在忙这些 然后呢 再来呢 如果你 你这就是两条不同的路嘛 一个是在世间法当中 然后有很多的揽着 然后在里面他觉得他在这边得到很多东西 那一个呢他已经怎样修行 修行是最重要的 他已经看破世间当中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怎样了无痕啊 本来就是怎样一些虚幻而已啊 所以你必须要怎样自从去顿悟这样 无声啊 本来就没有声啊 那才能够怎样 鱼珠龙鲁当中啊何有喜 对不对 好 这个同学 有没有一些有想 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那个 那个梁武帝啊 有没有 好 以梁武帝的角度 为什么他跟他说没有功德啊 对不对 因为他在这样 龙当中有很大的喜 他觉得这样 你看我做这些又做那些 然后帮助了多少人 然后这当中怎样 哇 你看 你应该来夸奖我 其实他讲这些的意思就是要那个达摩属师去夸奖他 可是以一个已经正道的一个修行人来讲 他一定是用佛法的这种圣神法来怎样看这个世界啊 所以你看 那个那个那个梁武帝绝对得不到他的答案了 因为梁武帝还在用世间法的一个角度在看这个世界 所以他认为怎样 有个我 我做这么多事 你应该怎样 夸奖我 所以在龙上面他会生喜 在乳上面他会生油 啊 一般的那个已经正道的人呢怎样 看这些生死 人这样一直轮回一直轮回 到底哪里是个尽头 那你说这个世间当中也没有一个真实像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样 由于永迦纳士的正道歌里面就呈现出来一个修行的一个 对世间的一个态度跟看法 所以他顿到了了无声 他在这些不管是龙上 你夸奖他也好 或者是你弩骂他也好 他也没有任何的游戏 这个同学有没有想到那个 那个常不清菩萨 你夸奖他 他也是这样 结构成佛道 你弩骂他 他也是这样 结构成佛道 你是佛 你是佛 所以修行要能够正道是这样 我们对这世间的这些差别像 我们的那个 不会在这当中有任何的拦着跟单着 这才是真正的正道 那我们回到寒山史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把这寒山史的这个同学可以 其实他在这三言 同学会觉得非常的短 可是同学有没有发现 在这三言当中 其实也寒残了 已经把这个 他之前所讲的七言跟五言的部分 其实都寒残在里面 只是同学有没有在这当中看出他的一个用意 那寒山史在 其实他在世上的一个 一个用理去解释的部分 或者是用试去打理的部分 他已经做得非常的圆满 很圆满 他在这当中 他了解这个这个世间上的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也不会在这当中有很多的丹满 也不会有丹满 然后再来呢 他能够契礼的部分 那契礼的部分 同学就可以看看 像他对于这个 那个五言诗或七言诗里面 对于明月的那些那些诗啊 那个其实就是他 当他修行到心清静的时候 已经怎样 没有这些 这些不会被这些禁所揽的时候 那些同学可以再 就是回头 如果有空回头可以看一下 只要提到这些明月的诗 其实都是他怎样 修行的一个境界的这个诗啊 像那个我们说他的那个心 好比那个秋月啊 非常的皎洁 非常的无比伦啊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拟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一次可能就是把 那个食德跟风干的诗啊 我们会把挑个几首啊 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寒山子啊 那风干跟食德的部分 我们如果也能够跟寒山子的诗 能够相呼应的地方 我们会就是折取个几首 那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明确知道 到底什么是修行啊 好不要讲到这修行好像就是一大堆的 把那个堆 明相的堆积叠啊 或者是很多的那种 那种次第的堆叠啊 其实当下你的心啊 那一颗心能够对这个世间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时候 知道这世间是什么一回事 那能够 如果就是对这世间我们知道轻重缓急修行 比较重要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就能够契入到 比较容易能够契入到理里面 如果我们对这世间法还有很多的执着跟懒着的时候 那要契入到理当中就比较困难 所以一般的人在看这个诗或者是一些公案啊 或者是一些等等啊 这些人家说比较圣生的部分 那也要你对于世间的东西 你的那个看法跟很多的那种能够明确 你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 才有办法真的契入到这个所谓的那个圣生法的里面 圣生法当中 也就是在契入到理里面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一起来做回向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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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